大家好 欢迎来到Web3撸毛空头社频道 这里是B圈空头玩家的实战基地 专注提供零基础保姆级教程 高收益空头解析和零成本撸毛指南 今天我们为B圈新手打造了一期Metamask教学 从安装到防黑指南全覆盖 Metamask也就是小狐狸钱包 不仅是管理以太坊和代币的钱包 还是你进入Web3世界的通行证 比如玩去中心化交易所 NFT市场或区块链游戏 这期视频我们会从零开始 教你下载安装创建和导入钱包 发送接收资产 添加网络和代币 同步手机和网页版 还有处理交易卡顿和安全提示 内容超全 今天的视频带你入门 如果你是新手 或者想更熟练用Metamask 赶紧拿好小本本 咱们开始吧 Metamask有游览器插件和手机APP两种形式 插件适合电脑操作 APP方便随时管理 现在我们来展示网页版和手机版的用法 网页版 方法一 推荐用Google Chrome 兼容性最佳 打开Chrome 搜索Metamask 一定要去官网 Metamask.io 千万别点不明电机 紧防假钱包 点击 GetMetamask 点击 添加至Chrome 按提示添加扩展 完成后 浏览器右上角会出现小不利图标 点击图钉 可以固定在浏览器上 方法二 也可以直接去Chrome应用商店安装扩展程序 点击扩展程序 选管理扩展程序 选择左侧的Chrome应用商店 搜索Metamask 插件很多 不排除有仿制的 所以优先选择官网下载 这里点击正确的扩展程序 点击添加至Chrome 按提示添加扩展 完成后 浏览器右上角会出现小不利图标 手机APP 打开应用商店 iOS用Apple Store Android用Google Play 搜索Metamask 下载官方APP 图标是橙色狐狸 安装后 打开Metamask 会提示创建新钱包 或导入已有钱包 我们先讲创建 导入后面再说 小提醒 确认开发者是Metamask 或Consensys 确保是正版 另外 建议安装防钓鱼插件 比如ScanSynifer 官网如下 可以帮你识别假网站 安全第一 现在创建钱包 网页版和手机APP 操作类似 点击创建新钱包 点击我同意 设置墙密码至少8位 混用字母 数字和符号 这个密码 只是用来登录 这台设备上的Metamask 就像电脑上的登录密码 如果你在另一台电脑 或手机上 用同一个钱包 可以设置不同的密码 不会互相影响 但密码要够强 防止别人在这台设备上 偷用你的钱包 点击保护我的钱包 接下来会显示12个英文单词 这是注记词或总字短语 是恢复钱包的唯一钥匙 超级重要 用纸笔抄下这12个词 存到安全的地方 千万别截屏或存在手机电脑上 一旦泄露 资产就没了 这个钱包 我只做演示用 大家不要操作这个钱包 以免发生损失 抄好后 Metamask会让你按顺序 输入这些词验证 确认无误 钱包就创建好了 手机APP流程一样 操作时确保环境私密 别让别人看到 已有Metamask或其他以太坊钱包 可以导入 点击导入现有钱包 点击我同意 按正确顺序 输入注记词 点击确认私钥注记词 设置新密码 确认后 钱包就恢复了 注记词和私钥的查询 点击小狐狸头像 点击 点击右上角 选择 账户详情 选择 Details 就能看到 显示私钥和显示私钥注记词了 录入密码 就能查询到私钥 正确回答问题 就能查询到注记词 注记词和私钥的区别 注记词是12或24个单词 控制整个钱包 包括所有账户 推荐优先使用 私钥是一长串字母数字 只控制单个账户 导入后 只能访问该账户的资产 私钥泄漏 风险更高 除非特殊情况 尽量用注记词导入 注意 导入时 确保没人偷看 别用公共WiFi 或不安全设备 手机和网页版 都能用同一注记词导入 后面会讲同步方法 钱包创建好了 来看基本操作 发送 接收 和添加代币 发送资产 打开Metmask 点击发送 粘贴对方钱包地址 输入金额 比如 0.001 ETH 点击继续 系统会显示GAS费 这是区块链网络的手续费 默认选项是市场 费用适中 注意 GAS费跟网络有关 以太坊主网 用ETH支付 BSC链用BNB Poling 用Matic 网络盲使可调高GAS费 加速交易 点击确认 点击活动 可查询到交易记录 手机APP 操作类似 界面更简洁 接收资产 将需接受资产账户的钱包地址 进行复制 发给别人 他们就能转账给你 网页版和手机APP 地址相同 添加代币 MateMask默认显示ETH 想加其他代币 如 USDT 点添加代币 搜索USDT代币 选择代币 点击下一步 添加成功 若需要添加的代币 没有找到 可点击自定义代币 选择相应的网络 输入代币合约地址 和代币符号 就可添加成功 找不到地址 可以去这两个网址 搜索代币 在信息栏里 复制合约地址 或者 在该网页信息栏里 点击小狐狸图标 也可添加成功 处理判定交易 交易卡在判定 可能是GAS费太低 解决方法 在MateMask活动页面 找到判定交易 点加速 提高GAS费 重新提交 或点取消 支付小额GAS费 取消交易 手机APP类似 点交易记录 选加速或取消 另外 还有一种卡链的情况 区块链交易 是按顺序执行 每笔交易 有个编号 Nons 如果第100号交易 卡在判定 后面的101 102号交易 都会被卡住 无法执行 解决办法是 对冲第100号交易 发起一笔新的交易 把交易编号 手动修改为100号 设置更高GAS费 让它通过 后续交易会自动继续 但目前 最新版MateMask 设置中的高级选项里 已经找不到 手动修改交易编号功能 当发生卡链时 可修改交易编号 大家可以按以上对冲逻辑处理 新手建议 用测试网如Splia练习 测试网ETH免费 随便试 不心疼 后续也会专门讲一期测试网 零水的教程 MateMask支持以太坊族网 也能连接其他链 比如 币安智能链 BSC Polygon Arbitrum 手续费更低 适合新手 网页版 点顶端网络 下拉菜单 选 添加自定义网络 手动输入信息 比如 BSC链 点击保存 即可添加成功 找不到网络 去Channelist.org 搜索目标链 点添加到MateMask 自动导入正确配置 有些情况下 也可点击下面的列表添加 选择两列同时都显示绿色对沟的 添加后 可切换网络 管理资产 但要确认 网络正确 选错 可能导致资产丢失 盖子费也不同 BSC用BNB Polygon用Matic 手机APP 点左上角 下拉菜单 选 添加自定义网络 添入相应信息 点击右下角第二个选项 这个是MateMask内置浏览器 访问Channelist.org 添加目标链与网页版类似 想在手机和电脑上都用MateMask 同步很简单 在手机APP 点导入钱包 收入网页版的12个租记词 设置密码 钱包地址和资产余额 即区块链上的实际余额 会保持一致 资产余额是从区块链实时获取的 不依赖本地存储 所以这部分没有问题 反过来也行 用手机的助记词导入网页版 注意 导入后 地址和资产余额会同步 但以下内容需要手动配置 交易记录 不会自动同步 MateMask会尝试加载最近的交易记录 但可能不完整 建议使用区块游览器 查看详细历史 自定义网络 需手动添加 你可以通过MateMask的网络设置 输入网络信息 或使用chainlist.org 快速导入 代币列表 需手动添加代币 务必从项目官网 或之前提到的这两个网址 必须是可信平台 获取合约地址 避免错误 如果忘记添加某些代币 总金额可能显示不准确 但资产不会丢失 这就不好玩了 小技巧 安装Rabbit Wallet 它是一款多链钱包 能自动检测 并显示你的资产 方便查看总金额 可以配合MateMask使用 尤其在管理多个网络和代币时 MateMask的亮点是连接Depth 比如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 或PancakeSwap 打开DAX官网 UniSwap.org 或PancakeSwap.finance 点连接钱包 选择MateMask 弹出窗口后 点连接 连接后可在这里兑换代币 比如 ETH换USDC GasFay UniSwap用ETH PancakeSwap用BNB 手机APP连接方式一样 安全重于一切 几条铁律 绝不泄露助记词或私钥 MateMask 官方绝不会问你要 用墙密码 给相关账户 如邮箱 加双重验证 避免公共WiFi或不安全设备 操作钱包 启用防钓鱼插件 如ScamSynifer 检查甲网站 检查Depth可信度 优先用UniSwap OpenSea 等知名平台 大额资产用硬件钱包 如Ledger 或Transer 连接MateMask 安全翻倍 币圈安全靠自己 把钱包当银行卡保护 今天的MateMask教程到此结束 我们从下载安装 到创建钱包 发送接收资产 添加网络代币 处理判定交易 手机网页同步 还聊了连接DeX和防黑指南 希望你对小狐狸钱包信心满满 准备好探索Web3 有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量解答 下一期我们聊多个测试网 淋水教程 感兴趣就点个订阅和点赞吧 感谢观看 咱们下期见